去哪儿 你去哪儿 去哪儿 喂 你在哪儿呢 在你对面 你这叫对面啊 这不是对面吗 怎么了 我和打松打电话 都听着了 都听你了 见外交易 它耍什么花招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还在担心啊 你想怎么做 过了境在抓人 变数太大 不行些甚人看他怎么说 还是境内交流 你的毒品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 小官看着 先 喂 王学 你现在去西中街 林令小植店 现在啊 待货吗 不用 我有个惊喜给你 你的好朋友青幽仔 在那儿等着你 现在去 喂 咱们先过去看看 别一块儿过去 你先去 然后有什么情况 你告诉我一声 也好 我先过去 这儿 看你呢 我们真是吃点 啊 咱们 我们走 我们走 啊 好 我马上过来 来 爱小关 赶紧去城里找蔡中工 现在 快 怎么样 大孙这是在给我示威啊 他是不是已经疯了他 境外街道 在这边他是不会露面的 除非他杀人 赶紧通知上局吧 抓紧时间安排 而且通知你们境外的同行 看怎么合作 境外他们下班是不工作的 这么短时间 我怕高想 那边是乌吞的地盘 乌吞 乌吞回来了 他让我去境外 给朗塞做毒 你怎么说 我答应了 条件是你必须帮我干掉大孙 你想借乌吞的力量 在境外把大孙干掉 我觉得可以这么试试 我先走了 对了 别跟踪我啊 现在还不能经了乌吞 万一打草惊蛇 就等于断了朗猜这条线 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依旧 你负你 你负你 哎响 绝哥 蔡忠雇不在她办公室 整个常物都找遍了 没看到她 怎么了 绝哥 千佑崽死了 好 喂 看到了吗 还跟我再讲条件吗 你想干什么 我带了你一次 明天你会不会带着火锅锦 说话 庆友仔跟你无言无仇的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是你 是因为你的态度害死了他 如果你还不答应的话 我想你保证 十二个小时之后 还会多一具尸体 明天几点 明天一大早 你带着火锅锦 到那儿等个电话 别再告诉我你改主意了 这件事我说了算 听到没有 明天一早 明天一早 我带着火锅锅锅 旭哥 我跟你一起去 你别去了 你在这儿等我回来 快走 快走 行 我下去了 我怕你 大孙把青油宰杀了 这也算是杀红眼了 他让我明天到京外跟他交椅 我还没答应呢 你得答应他 只要他出京就好 好 这你做的话 好 顶尖的 多少克 一百克 大家看一下看看橙色 穿什么 穿什么 你觉得你拿这个能骗到大孙吗 让人掉包了 不可能啊 我离开了一会儿 我助手一直看着呢 助手 可靠吗 我助手绝对可靠 你明天怎么跟大孙交代 我现在就回去查 明天计划不变 等我电话 徐哥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也给你买了面包 你吃这个吧 我问你 你出去的时候门窗都锁好了没有 都锁好了 除了我打电话让你去找蔡中顾 你还出去过没有 没出去过啊 怎么了 自己看 这是什么呀 叶瑜 都贵我不应该让你出去 徐哥 你先别着急 咱们好好想想 只有蔡中顾和秦武仔 他们两个人 有这个厂大门的钥匙 但秦武仔现在已经死了 那只有蔡中顾一个人有钥匙啊 我觉得他们把人家aniu是去吧 不准备呀 不准备 不准备我 你不准备我 我好一点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王旭 赶紧抓捕菜中库 带着毒品跑了 小关不是一直守着吗 带多少毒品 二十克 我做了假的冰毒和马骨掺在里面 高蠢度的冰毒和马骨一共有二十克左右 奶奶的 没人 奶奶的 走 出什么事了 叫几个人去客栈 其他人分头行动 是 怎么回事 那个 蔡中库失踪了 她有可能带着二十克高纯度的冰毒逃跑的 逃跑 好 我等一下 带 带二十克冰毒 那 是不是那百分之九十二啊 就是那百分之九十二 私自做了二十克 二十克呀你们 枪毙你两个来回我跟你说 蔡中库呢 蔡中库 晚上八点十分离开花飞场 八点二十又返回 八点三十五 她就出来了 看着青狗仔的车逃跑的 马上发出闲查通告 要求各单位在主要路口 设点堵截 把蔡中库的照片 车牌号全发出去 一定要把她抓回来 李国宝啊 你俩可真行 你俩先 refund 去哪儿啊 就在前边 不远 上车 来 过来过来 好 你好 出示一下身份证 怎么还有衣带的 我一直忙 忙没去换 后备箱开一下 开着呢 你去看吧 你自己亲自下车 开一下 好 来 来 查一下 警察同志 您这儿查什么呢 例行公事 报告 没事 您可以走了 好 报行 停车 好 快 倒带去哪 走啊 定不通 我 王旭 旭哥 今天这大街上挺热闹啊 啊 这满大街的警察都是你找来对付我的吧 啊 行啊 行啊 本身就是个毒贩 还敢报官来对付我 大尊现在是抓毒贩 我没报官 但现在这个阵势 我觉得啊 咱不如把这些毒品换成钱得 我现在还有点钱 你有多少钱 我有一百万 那他们连一半都不到 我知道是少点 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可能带这么多毒品走那么远 被警察抓着了 咱现在等于全都白忙活 一百万 便宜你了 行了 现在放生紧 那就还按照原计划 明天你带着货过境 到时候等我电话 都怪我 走开那一会儿 让蔡忠顾把毒品偷走了 也怎么办 听着 这事不怪你 怪我 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小冠 这段时间 如果不是你守着这个地方 这些毒品早就被他们偷走了 把眼里操作 徐哥 你卧底的时候 有没有犯过错误啊 我到现在都一直在犯错误 我这根本不应该用制毒 来诱补大孙 这是我人生中 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哥 你别这么说 其实你真是我的偶像 偶像 傻了吧唧 你看我一个人 在这魔窟里 拼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终于有一个徒顶 你愿意当我徒弟吗 愿意 卧底可不好当 我在这儿 那神 所长在这儿 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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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现在就没有人家 弄他 看着这个在这儿 行了 别说我了 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当警察 我老家是四川青城山的 我爷奶奶都是种地的 我爹妈 前面生的都是女儿 最后一个才生的我 我父母特别希望 我能够做一个好警察 我也特别喜欢 所以我自己就拼命学 好不容易考上公安大学 毕业的时候我得了七个A 可是没想到 刚上班没半个月 就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我跟你说了嘛 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个案子办完以后 我就等着退休了 你来接我的办 真的 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 但是你得想好了 做一个卧底 失去的东西可能会太多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拉钩 嗯 我愿意 王逊 上局 你们终于到了 快进来 走 走 上局 坐坐坐坐 看看 弄点吃的东西吧 好嘞 我早就明确地跟李国宝说过 制毒是重罪 你们以制毒来诱补犯罪嫌疑人 这个 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很幼稚的 甚至是愚蠢的 疯狂的 不 这谁出的主意啊 现在让麻烦了 你知道吗 刑针那边 我都得支支吾吾的 我不能说实话 主要是我和李国宝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所以才停而走 显得没办法的事 这咱俩单独算账 现在说眼前的事 明天围捕 我叫乌吞那边也安排参加 因为那边毕竟是他的地盘 乌吞又露面了 他现在拼命地拉了我去境外 给朗菜制毒 又给了我一百万 让我来对付大孙 但是现在毒品丢了 我觉得只能靠这一百万 来吊大孙这条鱼了 你跟大孙说过这事吗 他已经答应了 境外那边 李国宝已经联系了 当地的一些关系 和当地的军警 看看能不能在边境 对大孙实时抓捕 那洪凡行动呢 围捕大孙的行动啊 是咱们单一的行动 而且这次行动 只能是外围的行动 不是直接针对朗菜的 我也希望此次行动 不要惊动朗菜 虽说时间紧任无重啊 我得想想 这次行动 从哪儿切入最直接有效 要是从吴吞那儿呢 因为吴吞现在对干掉大孙 极其感兴趣 而且他又使劲拉了我 但是 也不能惊动无吞 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要给你一个 跟踪定位仪 你一定要在我们的 两百米视线之内 狙击手回到位 大孙一出现 马上就抓捕 我觉得还是商量好 一个暗号吧 上学 我请求让我来判断 是否让我们的人 来插手行动 行不行 这可以 但是这次行动 主要是 还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因为大孙这个人哪 生性残暴 他手头命案太多了 一旦我们发现 他对你的生命有危险 那马上就一枪毙命 没什么可商量 但问题是 请进 我听说 大孙又开杀戒了 是 蔡忠雇 偷走了兵毒逃走了 蔡忠雇那边 我们已经下令 全城的搜捕 我相信 他逃不出墨坡 另外 王煦可能还不知道 一个情况 孙大雷 一直藏在县城里的 一个环卫站里 前几天 他把环卫站的一个主管杀了 然后逃跑了 就这么一个小事啊 说明这个人 是极度危险的 所以明天王煦去边境 跟他接头 这我是不放心的 好 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 李高宝呢 他已经去联系这方面的事了 怎么样 要不咱们下去吃点饭 对了 这个啊 是已经被调包够的毒品 已经没用了 这是梧鲁给那一百万 让我对付大孙的 这梧鲁够舍得下板的呀 行 吃点东西吧 不饿啊 行 我吃点面啊 李队 坐 吃了吗 没呢 没吃啊 先坐着 上去啊 联系得怎么样 太晚找不到人 只能明天接机请示了 王煦呢 太累了 让他睡下了 蔡忠顾有消息吗 没有 行啊 让王煦好好休息 养足精神 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大 你要不要休息我 我没事 咱们还是去那边吧 官局长等着我们呢 我们不是管得进人吗 对对对 走走走 吃完再走吧 上去 你不吃点 不吃了 走 小心 哪儿 沒有 你只能吃到 就吃虾了 那要来 你当年有了 它会把这个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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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少爵 吴吞要跟我去见大孙 吴吞这个人 你跟着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应该不会 他是怕我被大孙杀了 他就没法跟朗菜交代 放心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应该跟我是一条斩线的 有他在 我觉得 这活干得能更安全点吧 好 总之 你要注意安全 我觉得你让后边跟踪那人 就别再跟着了吧 要不就被发现了 对 国宝啊应该赶到那边去了 他正在联系边境那边的同事 到时候是他会配合你的 好 你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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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通哥 真不好意思 麻烦你跟我跑一趟 别说这样 那边我已经交代清楚了 只要大孙一露面 就跟着了 许昊 你是我兄弟 谁跟你过不去 就跟我过不去一样 上车 大孙电话 喂 出发了吗 出发了 现在回化工厂 等我电话 我屈你大爷的大孙 怎么回事 他又退回化工厂了 走 赶紧打电话给李国王 让他回化工厂 又不大孙的人都回来 好嘞 好好好 好 官 许哥 叫通哥 通哥 进去吧 这厂里还有别人吗 没有了 厂里人都被我轰走了 大孙要是过来 咱是不是得准备一下 这孙的早日快一个小时了 在厂里吗 你怎么还不来啊 实验室楼下有一个垃圾桶 我先放进去 我们都等你呢 打电话 打电话给李国王 问他到了没 没有到达的 不要靠近厂房 原地待命 是 多想及一下 呢 出去 没有啊 只有我徒弟小关在一块儿啊 上来 打开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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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害羞 去死吧 快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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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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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来 来 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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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 抓点时间 还有意识 来 抓紧抢救 快点 对不起啊 你不能接 我 王絮怎么样 王絮上持不中 但是现在不能说话了 不能说话了 是 小关呢 小关现在处于昏迷状态 那个 现场发现两具尸体 已经确定 一个是吴吞的 一个是孙大蕾的 法医鉴定 是孙大蕾把吴吞打死的 局长 这个案子我觉得可以结了 太可惜了 郎猜这条线断了 是啊 执续亲属在哪儿啊 他要马上进行手术 我需要签字 他家属在外地啊 你 你等会儿 我来签吧 小关现在还不能暴露 小关现在只能作为嫌疑人 给他治疗 你就作为警方签字吧 行 好吧 我突然写着 怎么办啊 你说这儿了 你怎么办啊 那儿 你要有事 你怎么办啊 要不算我 王絮 王絮 我剛才去找醫生問過了 你腦部因為撞擊 可能傷結了控制圓中枢的 神經造成失禦 但只是暫時性的 過段時間就能好的 放心吧 你的命我還給你了 好點兒啊 那個醫生說 你現在的狀態比較穩定 可不可以做下筆錄 他現在精神不太好 反正你又不著急 等等再說吧 也好 小雪啊 嗯 你先回去吧 完了再說 那個小關現在 把畫面有在那裡 來 technologies 你也會當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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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也會當送手 你也會當送手 你還給它 你也會當送手 你要滅餓 你也會當送手 你會當送手 你也會當送手 還有你的EOS 你會當送手 期待着新的一天 没有谎言 感情中疲惫双眼 何处才是终点 那还是我吗 心在呐喊 张开你的双臂 让我感到温暖 有一天我会回来 张开心怀 如果再重来一次 我还是会坚持 也许我再拯救 也许我在守候 撑破了重重浓雾 最终走向明天 那还是我吗 心在呐喊 张开你的双臂 让我感到温暖 有一天我会回来 张开心怀 如果再重来一次 我还是会坚持 我还是会坚持 可爱 我还是会坚持 你 我还是会坚持 你 感谢观看